星期一至五 中午十二点 只要挑选908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08广播剧 908制作 《错过的列车》 编剧《黎安》第三集 有一种爱情爱得轰轰烈烈 有一种爱情爱得细水长流 搭上我的列车 就好好享受爱情带给你的所有 咦? 怎样靠着门没有锁 老公的鞋子在 肯定是个大头虾入门 忘了锁门 老公 怎么家里这么乱 地上还有血迹? 老公 你在哪儿?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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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 你整头都是血的 我没事 我扶你起床 来吧 小心点 你坐在那儿吧 究竟发生什么事? 是否入刹? 我现在报警 不要 不要报警 怎样? 你还在流血 我和你去医院 你肯说发生什么事吗? 我 究竟发生什么事? 前一阵买了车 和重新抵押一间屋借到的钱 我炒外汇 什么? 他有八十万 你还拿来帮保安公司周转 怎么会拿去炒外汇 我收到幕后提示 打算拼押一区 怎料市场下跌得这么厉害 你怎么家会这么乱 你怎么会伤成这样 你怎么不出声 你去那只大雨洞 我没有 我这次比那只大雨洞 你别跟我说 你和阿昌拿钱 阿昌是股东 公司有事 他都应该出一份力 你究竟和他拿了多少 我和他说公司 需要一百万周转 和买个新的保安仪器 那些钱你拿去炒外汇 我问你是不是 是啊 我没想到会一拋押了 那个经纪名游 跑去爆料给阿昌知道 他就打人上来 你不是傻的 你明知道阿昌是拒偏的 你竟然敢拿他的钱去赌 我也不知道那些贴士是留的 老婆我现在怎样 她走我一个星期 把钱都吐了 大大一百万去哪里找 我怎么知道 我的钱都被你拿去周转 你怎么会这么笨 死笨 你把钱都拿去赌 我好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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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真的要帮我 不然她会砍死我 我怎么帮 她不砍死你 我都会砍死你 我好坏人 对不起老婆 你真的要帮我 帮帮帮我怎么帮 小冬姐 一百万一百万 哪里死这一百万出来 子珊姐 洗东西喝 你喝吗 嗯 你杯东西没水的 子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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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诗 你又是来洗东西喝吗 嗯 我先回去 喂喂喂 你还没装水 哦 是啊 只有茶包 没水 你先坐下 我帮你浸 好啊 麻烦 神不守舍 你不舒服啊 我没有 可能昨晚睡不好 看你的样子很潮水 没什么事嘛 没什么事 我娘最近要和我这里做report 常常要兑点数 就被这些数字弄到我头都大了 哦 是这样吧 我还担心你哪里不舒服 子珊姐你这么聪明 一定能够办 多聪明都够办 这么大笔数 什么 什么数 我没有 我说出入单的数字 很快就能够办 哦 是的 你的珠宝设计做得如何 嗯 有头绪要怎么设计的了 不过就想了解多些周小姐的家族背景 和想在她的家族俱乐部 拿些资料参考一下 嗯 用点心 我很有信心 你的设计 一定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 希望啦 是的 你有没有上过去八楼的 当然有啦 我常常都要上去和班师傅一起查数 你没上过去吗 两次啦 只是去过大师傅的工作室 都没有机会参观其他地方 哦 因为那里有很多保险箱 所以守卫都挺心严的 没什么特别事 一般员工是不可以擅自上八楼的 这里都是只有那几个人的工作证 是可以直接进到八楼的 其他人都需要登记了才可以进去的 那也挺好啊 确保所有首饰和珠宝都安全 总之呢 遲些你的设计通过了之后 你就常常有机会上八楼 和大师傅开会和看成品 到时你就叫大师傅带你到处参观一下 嗯 嗯?公司电话? 咦? 喂? 蔡思晴 为什么没有在你的位置呢? 去哪里吞泊? 哪有啊? 刚刚游来查水间針水而已 那你还去不去卫城区乐部拿资料呢? 我约了人家四点半 现在几点啊? 哇!三点九了? 我马上回来 五分钟之后 鼻湾停车场见不到你 你自己走下去 是这样 喂!喂! 紫山姐,我先去工作吧 拜拜 九八八制作 错过的列车 又叫我在停车场等自己入结 是行行 好啊 那你到了之后 召唤我的同事阿强仔 他会交车事给你了 真麻烦了Richard OK 好 拜拜 又说怕迟到要赶过去 夾车呢? 车惯下了 目标都探不着 那怎样? 改期啊? 我刚才打电话给Catherine 想着改期 怎料她说今晚要飞北京两个星期 所以我说 遲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那最快都是坐MRT MRT? 嗯 去俱乐部要经过隧道 在地下车站 你都挺清楚的 常常坐的? 我不坐MRT 我已经用APP召了车 现在上Lobby 但接近下班时间 那边很塞车 会迟的 总之就不搭MRT 快点走 车就快到了 哦 那些罪人 雷到我没了生意 我哪有胡说 我跟Catherine不知多好谈 上次你幸好 刚刚说中她想要的东西 但不是每次都可以这么符 我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东西 如果不是你 我就不会撞车 现在练车 情愿惯下都不再理 你这么小气 过了事还常常提 你撞车因为你开太快 不关我事 不是因为你我会撞车 我 喂 是 哦 我们来 呃 应该多10分钟左右 OK OK 谢谢 拜拜 如果听我说乘MRT 就不用在这里塞 我是不会乘MRT 如果你再吵 你自己下车走 那下就下 分不分钟走路更快 司机大哥 前面停 我要下车 看谁快 你 是否呢 我都说我比你快 你好东西 15元 什么15元 乘车不用付钱 我自己走过来 你坐车走了一大段路 你用脚子不过走了很小段路 是你说要叫车 我说乘MRT你又不肯 总之你有份错 要够钱 车钱40 看你自己走过一段路这么可憐 收你15元 好公道 你这样也可以啊 嘖 你真可憐 什么 15元 哼 以为你很有耐心 怎料说到似乎 变得很可憐 对 嘘 诶 Catherine 你刚才见了她 没有啊 因为我们迟到 她已经进了会议室 开什么视像会议 她秘书叫我们等我 你有没有逗别人的东西 我问过了 Catherine说可以拍下这些物品 原来她们家族收藏了很多很宝贵物物 而且每一样都有文字记录来源和收藏的日期 简直就是一间博物馆 周家来头不少的 一百年前 她们曾经和很多国家国王有交情 生意做得很大 嗯?你对周家族都有研究? 我对历史一点兴趣都没有 是读书的时候 Catherine告诉我 读书的时候? Jayden Hi Catherine Sorry 我们迟了 刚刚来的时候才坏车 真是不好意思 我每次见到你都迟到 你是不是这么不想见到我? 不是 真的每次约你都有点意外 搞到迟到 总之 你不要再突然失踪就可以了 我可以等的 其实今次我们约见面 是因为诗情想再问你一些东西 是的Catherine 上次我们谈的主要是围绕着你太爷和太晚的爱情故事 当然 保释的设计主要是同样的出发点 不过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爷爷和妈妈和你父母的爱情故事 因为我想除了保释之外 都可以将下一代的故事元素用来设计在周边陪陈的作品 我知道 Eric已经和我说了 他建议创造一些首饰去衬托翠绿宝石 不过设计的方向依然会围绕着周家的历史和故事 确保不会抢走宝石的焦点 一定不会 宝石依然是我们今次的设计重点 我明白你们的用意 畢竟宝石都是非埋品 设计完成后 宝石只会作展览用途 Eric都是想有多些作品可以推销出去 我没问题 不过我要这一个系列 独家在我旗下的高级商店和酒店出售 行 我会和Eric聊聊 好的 思晴 你想知道些什么 即管问 上次你有提到关于你爷爷妈妈的爱情故事 但就了解不多 可以再详细讲一次吗 其实我爷爷妈妈的爱情故事 就没有我太医太麻他们那么丰富 对不起 我有个客人叫我 收他一会儿 你需不需要等他 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 不如我们继续 好吧 好吧 那就由我爷爷妈妈说起 继续 解锁 解锁 988 製作 错过的列车 相比起我爺爺妈妈那种透过相提的婚姻 我爹地妈咪就特别一点 他们是在行校不打不相识 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当时两班同学打架 我爹地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 那时候我妈咪很喜欢在男性打扮 整个男子头似的 我爹地以为他是男子 就跟他打起上来 直到我爹地扯起了我妈妈的衣服 才知道他是女孩子 当时场面一定很尴尬 我妈妈说那次是她第一次对着男子面红 之后呢 她两个人就不打不相识 做了朋友 那他们是怎么开始拍拖的呢? 那次是爹地要跟爷爷去南美洲 找不见了的翠绿宝石 他怂恿我妈妈一起去 说挑战在雨林过夜 谁知两个人在雨林遇到毒蛇 我爹地为了救妈妈 被那条毒蛇咬到 还差点没命 我妈妈好感动 就和我爹地表白 我爹地又傻奸奸答应了一切 两个人就这样开始了 英雄救命这一招果然有效 最厉害都是他们的求婚 那一次他们两个走了去非洲的一个山区考察 谁知遇到山崩 两个都被困在崖底 因为担心无命回来 我爹地就在崖底和我妈妈求婚 还对着一粒石头宣食 哦 就是展览厅门口那粒石头吗? 是啊 搜救队救回他们的时候 爹地还坚持要带走这个石头 哦 好浪漫哦 每次见到这粒石 我就很羡慕我爹地妈妈的爱情故事 那Catherine你呢? 有拍拖了吗? 哦? 没有啊 读完书就加入委成帮手了 三年前因为爹地以外过了身 我就要承计委成主席这个位 哪有时间拍拖啊 一次都没有? 嗯 都不知道是有还是没有呢 就是读书的时候 人家喜欢你 你又不喜欢人 那你喜欢人家 人家又不喜欢你 正话听张派人说呢 你们是同学 真的吗? 他跟你说? 嗯 他很少跟其他人说他读书时候的东西 他真的是你同学? 嗯 我们由小学到中学 都是好朋友 哇 看不出啊 我们以前住同一区的 所以我们一起上学 有两年还读同一班 嗯 真的没骗我 读书的时候 Jayden最照顾我的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爹地要我学会独立 所以没有司机的 我就好像其他同学一样 搭跑车上学 因为我们又住得很近 所以每天Jayden都会跟我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无论我上科学活动到几点 他都会等我一起回 那说你们是青梅竹马了 嗯 那时候我们真的去哪里都在一起 我们一起参加辩论比赛 学校旅游 和毕业晚会 我们都有份参与 他是大熊人 学校的大大小小的活动 他也有份策划 他也很喜欢帮人 所以很受老师同学的欢迎 慢着 你讲的是不是我认识的张柏妍呢 完全两个人这样的 现在张柏妍又小气又沽寒 但是公司没有谁能叮得他认识的 呃 sorry 讲多了 他也是逼不得已的 嗯 张柏妍 不会是你男朋友吧 他 跟你说的 不是 不过听你提起张柏妍的东西 语气都比较温柔一点 所以觉得你们两个 我们只是好朋友关系 真的没有拍拖 没有 那就好了 你呀 要小心张柏妍 他这么爱钱 迷你身边可能有目的 很多东西都不能单看表面就下定论 人的改变可能是因为环境所逼 他性格的转变 都是为了适应现在这个生活环境 嗯 应该是由我们改变这个环境 而不是给环境改变我们 我相信 人只要有信心 一定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讲得好 希望你不要被这个现实的环境 动摇到你 一定不会 其实 Jaden不是你们想象中那么差的 可能是因为 他在社会打滚了一段时间 习惯了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 有时 他对某些东西会拖泥大水一点 但是当你了解他多一点 你就会发觉他的好 我只是想了解多一点 Catherine你家族的东西 那作品就可以更加多姿多彩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有个client需要我马上帮他处理一些东西 怎么样啊 谈到哪了 我要讲的都差不多讲完 接着就靠私情的创作了 我会尽快把设计画出来的了 好 等你的作品 我还有下一个设计 不送了 哦 喂 你刚才和Catherine说了些什么啊 临走的时候她的表情好像有点生气 嗯 只是谈她家族的历史 没有讲错误了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她会在我回来之后变得这么酷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她有提起你和她读书时候的东西 为什么突然提起我啊 那我也是需要了解Catherine的爱情 看有没有什么元素可以发现设计度的嘛 那 那她说了些什么啊 她就说她没有拍拖 不过我叫她小心你 你说什么啊 我说你埋怀心不怀好意啊 你 你瘋了啊你 胡说话我哪有不怀好意啊 有没有你自己知道 你 喂 为什么带我来车站啊 搭MRT回公司啊 现在下班时间啊 好塞车的啊 我说我不搭MRT啊 MRT又快又便宜 为什么你都不搭呢 总之我是不会搭 唉 不搭就不搭啦 不用这么大声啊 你不搭我自己搭啊 你自己搭吧 我走了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Catrine会说你好啊 哼 《错过的列车》第三集 导演 廖逸豪 配音 柳玉葵 蔡思晴 罗佩来饰演 张柏妇然 陈川辉饰演 Catrine 张晓彤饰演 江子山 杨美宜饰演 沈震东 杨万里饰演 演唱 杨万里饰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